即将在明年办巡演的万人鸣铃峰 正经罗密鼓宣传新歌 12月4号他出席电台活动时分享 最近已经和团队开了第一次的会议 也开始对自己的身材夺下管理 希望令演唱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惊喜 很多传媒朋友有说 你好像瘦了 很开心 不过还不够 我起码还要再剪翅膀 因为要体能各方面 当然我是很健康的 我吃东西还吃蛮多 就是因为要开始把自己体能练到一个程度 因为我本身吃的那个分量不够他吃 因为我吃的不是很多 但他本身他的吃量就比我多差不多一倍 所谓两个人的努力总比一个人好 叫女友吴谦宇帮忙吃掉凌峰的那份 不就是一般情侣都常做的事情吗 而且谦宇好像也需要增棒呢 但是凌峰却心疼女友说 不可以这样做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真的所有朋友真的不要再跟他说增肥 他也想他增不了 他吃很多又做运动 他现在已经中了 已经很大突破了 他吃很多东西 他是吃真的是增肥东西是什么 有时候有一些晚上睡觉前 就就我听他说是要喝那种什么 椰子油啊 那种是我们可能舔一下都不行的东西 他可以可以一个条工这样吃下去 就为了增肥 但是也肥不了 所以真是人类的身体构造真奇妙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